心里更是倾向于老司机多一些 你像去年的时候 听说他们普通的二维二队员 也要练八个小时 就每天练 你像有些比较好了俱乐部 那都得是主力队员可能会练那么多 比如独练那些人 他们是普通队员都练那么久 我是觉得他们不知道今年是不是这样练的 如果是的话 我还是感觉成绩就可能有点不理想 我其实觉得作为俱乐部联赛的选手 你既然愿意说把自己的时间花在比赛上面 那还是要有大量的时间做训练 而且还有更多的时间要用来 比如说反思 研究比赛的录像 然后等等 因为我们比赛的模式 其实跟天梯排位的二维二很接近 但是还有他自己的特点 所以这些也是需要去调整 包括队内的一些练习赛 包括跟外部联络的比赛都是很重要的环节 否则的话你怎么去成长呢 对吧 就是我想了有一个原因 不知道对不对 就是像去年老司机 他是不接受约战了 就是别的俱乐部找他 他不接受 就是光是自己对内打 所以说就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招数 当然就是有些招数肯定一亮出来 那后边肯定会想出来怎么破解 就像刚才那句 我觉得就是关于借国家这个组合 以前真没想过 但是现在一看确实挺不错了 国家就是卖血完了 然后一决他还能给他回血 还能再拿过来一张好牌 我在想就是会不会就是这个原因 导致他们这期倒不太理想 以后也多约约战吧 其实约战这种的话呢 还是看俱乐部自己内部的训练规划 因为有时候说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想法 有我们自己的规划 然后我们对内有训练 对内有比赛 然后对内有自己的调整的空间 跟外部打呢 一方面可能会暴露实力 会暴露战术 这个是最害怕了 一方面呢 说就是你说演人家吧 好像也不太好 对 故意示弱什么的 也不是特别合适 对就索性就不接了 对 这种情况也是会有 所以更多的话 还是看选手这边自己的一个规划吧 因为每个俱乐部都是有他们自己的运营团队 有自己的就是分完几块 一般是赛务这边是一块 然后呢 运营是一块 然后包括就运营这块 肯定包括宣传啊 然后做活动 对 线上比赛 线下比赛 哎呀等等等等吧 对 然后包括一些外联的事物 包括比如说在三国闲话这个社区里面 会有一些内容 因为很多俱乐部我们能看到 他们打完比赛之后 自己会把 马上把战报给发了 把战报 因为他们所 他们站在会站在自己的角度 说因为我们会知道我们是怎么想这些问题的 对 决胜点在哪 输在哪 赢在哪 这他们更更清晰明了一些 没错 外人可能就是只是感觉当时他那样打 以为是对了 可能就是他的牌不一样 所以说他那样打了 没错 所以呢 今年的比赛 其实跟往年相比的话 一方面赛程稍微的缓和了一些 因为往年赛程的话 一般是周一到周四 然后周六周日 一般是周二到周五 对对 周二到周五 然后周六周六周日跟咱们这一样 对 就是这样的话 每天都是有比较高强度的比赛 但是这个赛季呢 我们思考了一下 觉得说可以把赛程适当的调整 变长一些 给俱乐部也好 给选手也好 包括给我们也好 有更多的时间来去 产出一些内容 包括做一些运营方面的动作 包括像这种竞猜的 竞猜的活动 这个就挺好了 这个对宣传特别有用 对对 我看很多普通人都来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这边是 进了林超跟谁 我刚没注意 好 我们看一下23号位 现在在进行上将的动作 本局的23号位是老司机俱乐部 然后14号位是无双 我觉得 如果是我的话 可能会上真机加关屏 虽然真机就是黑鲨比较多 会浪费关屏的牌 但是还是杀多 也看到会不会上个关屏 给个面子 因为其他的武将 都不是特别适合23号位输出打法 如果不上关屏 可能要考虑上孙如 其他的偏输出下面 那就是浮完 但是浮完的输出 更多在于质量 而不是在于数量 果然如你所说 如果是真机孙如的话 两个人互相的距离 互相的这种 就是攻击范围的配合 很关键 然后这边是赵云和于帆 那如果 直接冲 可以直接冲孙如了 一记闯天下 并何右左周全 冲认孙如 拿走了孙如一张宝贵的杀 这个南蛮 可以考虑放 因为于帆是有一张杀的 是的 他没有放 稍微保留下实力 可能害怕对方也 对方也有南蛮 或者一会儿于帆断杀了 毕竟现在是有刺拥剑了 这个断杀就亏了 现在如果 孙如不断杀的话 于帆已经死了 于帆已经是一具尸体 虽然对于选手来说 可能还不确定这件事情 但是对于我们这个角度来看 因为真机是有刀 其实也有剪一马 完全能够杀到于帆 然后孙如的影剑 肯定也是奔于帆 然后再来一刀 就死了 孙如手里还有一张雷杀 那于帆是已经死了 不用看这个雷杀的问题了 那孙如说南蛮真不如放了 说不定孙如就是为了保血线 把那张杀给出了 这种可能性比较小 我估计 因为孙如那个血线不太关键 你既然已经打孙如了 基本上已经可以说 你觉得自己没有乐 另外咱们说一句 你随不绝了 就是一四号位武将两个上反了 毕竟于帆比较脆 赵云是比较刚了 如果说就是于帆在一号位 他收拾一碗手牌 肯定就是留基本牌比较多 而且能够发动一下技能 你像如果赵云在四号 那他们肯定就是奔一号 那个时候他可能闪啥了比较多 甚至就是有防具啥了 可以穿一下 还有一点 就是不算这局里边 就是于帆还是刻真机了 就是他控压手牌 控压牌顶 把那个红牌放上去 可惜了 位置我是感觉 我是感觉放反了 确实如果能够反过来放的话 于帆生存的可能性会更高一些 不像这一局比较憋屈 直接什么都没干就被挑掉 而且就是按你说的 就是自己选将一定要 就是根据对方的降持来选 对方能上了也就真机了 你这个时候于帆你放四号 肯定没办法控牌 你放到一号 如果真机是在二号 你还能控 还能控一下 当然他有在三号 那就不说了 但是这局可能一四号位 在选将上面确实比较劣势 因为没有 没有太好来了 对 就是没有太好的选项 不过还不好说 如果赵云就是 应该打死了 打死了 然后 但是赵云在哪真机 应该也打不过 对 尤其是赵云出了名了手段 这边还是有个加一码 这能打两伤害 然后他挂八挂回一血 后边看情况吧 哇 链子换五中 这是最舒服的事了 没错 主要是赵云打真机的时候 赵云所 南蛮肯定是可以放了 因为就是 赵云杀 孙如说的时候 出来都是杀 他肯定不会有闪 有闪他肯定冲阵了 但杀他就不一定敢杀了 看他的选择吧 好 大胆一点没事 反正手上没有距离 让他冲 对 难怪他把无限冲了又如何 好的 赵云 这运气 拆不拆 那他还是选择 先稳一轮 把加一码拆了 然后冲阵了 可以 如果冲到杀 那就更爽了 其实赵云 其实赵云现在已经是非常劣势的状态 唯一能够仰仗的 就是 如果来一个弩 然后冲阵到比较合适的东西 但那个也很难 不过真机应该不会留红闪 大概率都是留黑牌 因为他黑牌就是就是闪 所以他冲阵了 可能最多了还是黑牌 这个决斗 要被冲了 看会不会好 出杀 出杀 这就又敢打他了 不打他也行 如果说就是都是落神了牌 反正这一轮也不用气 他一个八卦阵 万一他手上再有一张杀你 这就不舒服了 因为这个过拆 它是个未知牌 没错 真机有无限 这拆也没用了 投了 我们屏幕下方呢 继续开始滚动了 激活码 大家可以输入俱乐部联赛 545480 可以领取到群之魂 盒子一个 在屏幕下方的激活码 输入俱乐部联赛 545480 可以领取到群之魂 盒子一个 其实今天想看AK小姐姐了 可幸运他没来 AK是很早之前就活跃在电竞场 就是起码我 我加入这个聚络部 或者说来打这经济的时候 他就在了 算是老大哥设人物 说老大哥可能有点不恰的 毕竟是个女孩 若流风之魂血 现在赵云还在苦苦的支抽 要我说投了算了 杀一下 有降兵无降降 对吧 赵子龙 不知道投降怎么写 好吧 但反正确实是要输 这个也是 无能为力的实求 其实确确实实 现在这种抵抗 已经可以说是无谓的 无谓的挣扎 改变不了 最后失败的结局了 就是看对方杀兽来拆顺 或者说你这边杀兽断了杀闪 毕竟本身 你俩就算是状态都一样单挑 你还打不过人家了 现在你 人家装备啥都起来了 拿什么打 刚才真金没有杀他是对了 因为赵云扔了一张杀 手里大概率是 就是另外一张杀了 是的 这个乐可就是得考虑一下了 因为这个乐是改过了 你乐完他 他可能留三张了 下楼他动的时候 就是五张了 这也是 应该比赛第一次遇见 就是不乐比较好吧 对 就是乐不思数 在现在这种局面下呢 等于是有反向的作用 而真金现在所要做的事情 就是慢慢的 慢慢的等一张拆顺 就结束 这个不打无限吗 怎么回事 他觉得无限留在刀刃上吧 你拆能拆我什么 最多拆我觉得我最赔 除此以外没有赔的东西 嗯 哇去不会掉线了吧 还好 不用了担心掉线 这是非常小概率的 非常小概率的 主要是刚才他拆没有无限 然后现在又不动了 好 结束 他拆没有无限 但是杀交了牌 对 交了 而且那个牌拆 确实不无限啊 两张无限了嘛 他手里两张无限了 就你没有 就你没有 值得 值得要交无限的东西啊 嗯 你 我说也是也是 对 就不心疼嘛 确实拆拆拆拆东西是不心疼的 嗯 而且呢 对于真杰来说 其实胜局早早就算 就算他拿四个拆 估计也没有 嗯 没错 嗯 那现在到目前为止 双方已经是 老子鸡领先了啊 对 双方已经是结束了 第一局 下半场的第一局 嗯 双方现在的总比分啊 已经是三比二 其实我还是感觉 如果余帆放在一号位 结局肯定不一样 起码说第一轮 你都可以空他来落神了 好 我们来看双方的下一场的比赛 上一场 其实余帆是一个弱点 嗯 现在老司机的比分 已经成功的反超 现在是 呃 现在已经开始进国家了 最近发觉国家很厉害 不过我觉得这有点 交往过正了吧 你礼锋不见进国家 嗯 刚才是 其实有一个比较好的组合 就是布置加国家 不知道对方会不会用 这边 关羽加夏侯市 关羽加中瑶 中瑶加夏侯市 哎呀 这这边这边组合确实好 主要是夏侯市的存在呢 给了二三号位一个往 中长期 打了机会 对 中长期发展的机会 其实还有一个比较骚了组合 就是中瑶加真机 中瑶把两个黑飞机放上去 甚至三个黑飞机放 哎 呃对 甚至三个黑飞机放上去 让真机去落神 如果说运气好的话 就是也能打出来一定伤害 因为呃 中瑶就是黑飞机打出去 肯定是有九杀了 你真机落到两张好牌 然后再打 因为要么是锦囊 要么是装备 没错 都是不错了 嗯 当然现在有关于有 果然是布置国家 这是我这是我最喜欢的组合啊 虽然说一号布置少了那个 红圆的一张牌 但这个刷牌量是相当巨大了 大家看吧 嗯 布置国家 嗯 一个是这样刷牌 还有一个就是国家穿装备 直接定判它 定判它回收 也会受一点伤害 然后再把两张牌给过来 主要是定判也能有一些 造伤害的过程 反正看吧 我我其实特别喜欢这个组合 只不过就是到目前为止 没见选手用过 嗯 所以我说老司机老是自己就是 闭闭着门自己打吗 所以说就是这种组合 他们肯定研究出来了 其实这个组合也不算说是 呃太隐蔽 呃有些玩天梯的也有人用 比如啊 所以说就是虽然虽然说我看 就是有好几次选手是有机会上这阵的 但没有上 当然也希望他们不要辜负我啊 这局拿下 要不然的话 我吹了这么半天 这个组合 如果被打得太也太太难看个就不好 但是对方毕竟是中瑶加关羽 还真不好说 这两个人太厉害了 第一回合呃布置的操作结束 啊那里外里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国家这边还是多了一些牌 嗯 当然也是消耗了一个血线 如果说开局就能拿到那个 AOE之类的 那这就厉害了 不过现在就是看布置能不能活过这活过关羽的回合吧 我感觉挺危险了 好 这个这个决斗没想到吧 嗯 其实我觉得不如说直接顺一下布置 然后把这个决斗当活墨打过去 然后让关羽用这个决斗 对 因为关羽 对因为关羽用这个决斗也是一伤害 你用也是 你这还得就是就是抱着可能被反过来了危险 关羽肯定不会被反过来 或者关羽被反过来 你还关羽会断杀吗 是不是 这挂这挂闪电了 打算打算判一手 关羽俩逃俩闪 还有一张看不见 反正闪了那个方票概率挺大了 可以给过去 关羽头上的闪电呢 呃 其实现在有很 有几个点是有风险的 嗯 一个呢 叫做中尧需要找到黑飞机 而且没有人支援的情况下 中尧想找到一张黑桃二到九的 还得是不能是杀的牌 对 难度还是有啊 比较难度 第二件事情 真批了国家 万一国家通通拿点桃拿点酒 你这 第二件事情就是 护都没这种护 就是说如果真的 呃杀就是批中一个满血国家 那万一就回来 这是六张牌的收益 而且这些牌可以跟布置之间进行大量的配合 对 就不是六张牌 就是九张牌吗 等于 还有天度跟那个 闭自闭 天度跟那个给布置了牌 辽东可定 对 加上天度就是十张牌了 不过他们卖的首牌确实不太好 江南众议 其实国家和布置的配合 比较比较麻烦的事情是说 如果你用 哎 就还可以看一下 就是如果你一直是在用杀国家的方式来过牌 不太好 那如果除非是有链子 会耽误你出杀的机会 这也是为什么 就是国家布置本身不是一个牌位常见的阵型 因为他相比于法政布置 孙登布置 彪刘备布置 秘书布置 曹瑞布置 彪刘备布置 这个武将都不用提了 这太有个心人了 张宗布置来比的话 可能还是要弱一个档次 就是因为你不能保证稳定的来跟布置配合 不像法政布置 至少比较稳定的配合 这有可能啊 有机会 有机会直接批死 批了国家 咱们现在是知道国家没有逃久的 是这样 你一个 你搞什么 大哥 我知道你们武将强度是挺高了 不要这样吧 这在等到 等到关于回合 一决一下 一决一下国家 或者一决一下布置 然后砍你一刀 不挺好了吗 我估计他们是不是忘了闪电的存在了 已经 可能 可能吧 这一首是 这首是很难 很难 很难 没事 武将强度给他放着了 只能这样说了 这首操作实在是有点问题 因为 我们其实说 助长拿到一张 就是摸两排 没有支援情况下 拿到这种闪电牌 不容易 对 太不容易了 对这不是一件说说想要随手就就都拿到的东西 他还不跟说啊 他可能他可能已经意识到这个这个地方了 所以说你你官员不要杀我了浪费牌 这这个解释可以吧 这就是腰法呀 这就是腰法 我去有连弩 哎呀 这有连弩有顺差 这如果说就是不批的话 国家天赌还得过一张牌 这这老子老子就投了 对 不知已经是摇起了小白旗 那中央回合应该是拿 寒冰箭 寒冰箭杀一张 三杀 结束 对 双方友好的结束了 第六局比赛 双方再一次的战成了三比三平 这局 说实话 中央关羽强度大了点 虽然说就是选了我比较喜欢的不止国家 可惜就是 刷牌刷的也不够好 对方武将强度就大了点 如果说哪天有机会 我出一个视频吧 就是布置刷国家了 其实这种打着挺爽了 就是你杀完国家 然后给你两张牌有AOE 你放了 然后又过来两张牌 又可能还有AOE 甚至顺拆 甚至链子之类的 这都非常舒服 对 所以关键点 为什么我们还是觉得说 布置国家的组合 不稳定 就是因为它的优质的收益 是来自于AOE的伤害 是来自于铁锁的伤害 如果你单纯只能是说 靠布置杀国家 那这个导出来的 这就杀不了对方了 对 因为我们在计算收益的时候 一般情况下 首先是说 牌是一种收益 就是牌是一种资源 血是一种资源 牌跟血之间可以转化 但是大家经常还会 有时候会忽略一种资源 这个资源叫做 一回合处杀的权利 所以你是消耗了额外的一个资源 去挤了几方的这个国家 我们一般管 就是自己人杀国家 然后压缩国家的血线 来获得额外的卡牌 这个动作称之为挤 如果大家不习惯的话 我们会跟大家说一声 就是我们一般说挤的 挤这个词的时候 一般指的都是说 杀国家或者是杀 杀寻域 就是这一类的武教 让他们去血线变低 然后补牌 这个动作我们称之为叫挤 可能是跟比如说挤牛奶 或者那种有关系 这局他的武将强度挺高了 张辽林操 武将强度挺好 不过我建议林操放来一号 因为张辽会少摸一张 说实话 刚才这一局 刚才上一局 中央的操作 其实 别选成功 有林操你不选 但他想选这个组 那我觉得 那看吧 这个顺可以 我觉得这个顺可以顺一下成功 你感觉 我去 好吧 他不说 当我刚才话没说 就是我是想着顺压成功 这是明的 明的善甲牌 顺对方不一定是明的 而且你有勒布斯主 肯定会贴里方 他就是因为勒布斯主 其实恰恰是因为勒布斯主的改版 导致说我把李锋的血线压下去与否 都不改变勒布斯主的收益 因为我现在贴李锋 勒布斯主 无论是一写李锋还是满写李锋 他都是要弃三张牌 对啊 当然看他是那个怎么怎么处理凉啊 不一定弃多少张牌 都是只能留三张牌 这个我感觉不要囤了 无限的手牌不好打空 或者说不好打 留点防御牌就好了 这一手呢 对于曹淳来说 现在看到了简易码 那成功是可以挂弩 然后强推无限 推完之后 弩地曹淳 曹淳推无限 到曹淳回合 曹淳挂弩 杀无限 所以其实曹淳上一回合 出的那张杀 都有一点点浪费 有点浪费 但是也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 我天哪 这个成功的牌 好凶残 一张连弩三张杀 不要挂这个 哎呀 他还是打李锋 那这么操作的话 成功的逻辑还是打李锋 对 那如果说就是把激活点 放李锋身上 那这样也说了通 不过 你这成功这两张杀 他就浪费了 嗯 这个牌打的没有梦想 而且我觉得就是先开火攻 会不会好点 对 你你你你不管是挂连弩 还是挂青龙刀 你火攻先火了 看他亮什么 然后你这边会留什么 就还是说这个牌打的 有点缺乏梦想 不不不够凶残 不是不是最极限的 不过这应该是三善甲了吧 我看一下啊 我刚才刚才给了一个连弩 然后 有一张简易码 看吧 看吧 这这现在看不清楚 他手牌 李锋是挺危险了 这边防一下九杀 一闪 只有一闪了 现在李锋所有的防御 只有这一张闪 那应该是没什么戏啊 但是不先出火攻 还是很奇怪 好像没死 如果火攻不中的话 是没死的 连弩是方片的吧 哎呀 连弩是草花的吧 死了 连弩方片的 方片弩啊 那死了 方片弩那死了 这手牌真不错 这局跟上局 都有一个相同的地方啊 就是 虽然无双 优先完成了 对敌方的击杀 甚至于大概率 都能赢下比赛 但是我觉得也暴露出了一些 小问题 好吧 小问题 为什么呢 是因为 上一局中摇的操作 我觉得是有问题的 是有失误的 然后这一局成功的选项 我觉得也不是特别完美 其实如果按照你刚才说的那种 说不定两个都死了 就是李锋跟吴仙 说不定两个都死了 对就是成功 反正在我感觉上 他没有把极限的输出 打出来 当然可能是觉得 李锋翻盘的可能性大一些 然后无限翻盘的可能性 小一些 但是以当时他那么凶残了牌 对方又没有 勒布斯鲁 乐你 我觉得肯定是能打死一个 甚至两个都打死都是有可能的 应该有一些有梦想一些好的 这扔扔两张 明测完之后扔一张沙吧 我去又又摸到装备了 这我感觉曹春单挑都能打了过无限了 差不多 曹春当擅甲 你看现在就是因为摸到账疤了 成功已经不用留闪了 一是就是青红刀 二是就是留个杀 等防一下就是断明测牌 起码就是下轮能够再给曹春一张牌 是的 这简一扔了吧 呀 大哥 没有发上简 卡了吗又 反正我觉得下半场的比赛 虽然啊 我们说无双目前为止 好像要就要赢下两场了 但是呢 总感觉有一些意外的情况在发生 就是 我去真的掉线了 曹春这边掉线了 其实其实我 我觉得这种情况下 老司机最难受了 你说我是好吧 他是选择直接杀了 如果是我的话 我可能就直接投了 当然这个也不能说什么 毕竟 我如果敢直接砍的话 可能讨伐我人会多一些 这边成功也是在尽量的拖延一下时间 咱们给曹春争取回来的实现 这就是幸亏是一成功 你捅一刀 然后下回合再说 然后到成功回合呢 那 哎呀 有个酒 有个酒 对 要没这个酒 这局可能就这样结束了 因为就是成功一死 没人拖时间了 那边还有连弩 就算 我们也不知道 如果曹春这边断线也好 或者怎么样也好 会不会直接系统判定是 无限获胜 这个也是不知道的情况 不会 不会 不会是吧 就比赛 比赛模式下也不会 对不会 这个我是我 这个成功呢 就要消耗到最后一秒钟 然后装藤甲 装藤甲 对 然后等啊 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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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把藤甲给曹春名册 装 好 然后再等啊 等啊 杀一刀 曹春 曹春现在已经回来了 这个是一个好消息 对 来吧 成功说 藤甲给他 他可能觉得藤甲能保自己一下 是的 成功说 兄弟你终于回来了 你仇死我了呀 那这应该结束了 曹春现在就明着了 应该有 我猜 这又摸一张 现在应该五善甲了吧 善甲立兵 又一张装备好像 主要是看一下这回合 那有没有可能斩杀掉 因为有过拆在手 成功有无限 所以解一马可以脱掉去打无限 然后过拆加一马 之后一张连弩 若该让杀 这个要看曹春可能的杀的数量 那他可能就是不在乎后边扇甲了 不对 连弩已经用了 火攻的时候 火攻李锋的时候 连弩已经用过是吧 那就是没有 如果没有连弩的话 那就还在 还需要再稍微打一下会儿 成功 现在不用拖了 可能是不放心吧 可能又害怕了再掉下 因为有可能对我跟在交流判断是说 现在还不稳定 拆这个加一马好呢 还是拆手牌好 还是拆别的什么 如果有火沙的话 那就简单挑 没有火沙就没什么希望了 或者酒沙 一张冰凉 铁成功 代言成功 代言成功也死不了 对 这还好回来 只要不回来 估计这一会儿 一会儿无双了 人都在讨拔他了 这明明马上能打平了 你掉下 实际上这个下半场的几局比赛 尤其是这局跟上一局 我觉得无双做的都 可能还可以再更好一些吧 现在节奏比较简单了 曹淳拖减拖加一马 然后强杀无限 之后呢 再单杀无限就结束了 给我来装备 杀 好呀 这样吧 就是开南蛮之后 无限就不要出杀了 放弃吧 别出杀了 这个牌啊 听我的 对 就这样就最好了 其实呢 我跟你说 无双这一局 如果没有拿下的话 那那个操作者肯定该被无双 就是又会有一种声音 披露他了 又会有一种声音出现 然后你说 那个官方把持 什么那个是吧 不至于说官方去把持 官方疯了 我们这 是给不起招募令啊 是给不起银币 对吧 我们疯了 我们非要 我们非要去折腾 那不打好不好啊 我直接不用打了 我告诉你谁赢不就行吗 对 就是但是他们会觉得说啊 有黑幕 会觉得说 其实这个是肯定没黑幕 因为确实无双是一个竞赛热门 因为 最开始 因为我们的这个 每周呢 我们会公布一个说 就是当前的排名啊 当前的情况 那无双呢 是排名第一的队伍 对 而且上一周 比游领多了两小分 对 而且上一周买无双的 呃 观众都很开心 而且现在听到了一个说法 叫做梭哈无双 嗯 就就好像还没说过梭哈游领了 听梭哈无双的比较多 因为他还是排名比较靠钱吧 嗯 就第一 第一个 这一跟二之间还是会有区别 嗯 这放给对面 如果我是对面 我可能会上 一位延四诸葛亮 这没啥说了 刘善孙如 自导砍过去再说 好 那我们这一局比赛呢 对于无双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局 嗯 对于老司机来说也是非常关键的一局 对于我们来说也特别关键 因为这局比赛决定了是不是要加班多多打一局 刘善孙如听我了 四刀流 砍他压的 你还是23号位 不怂 他不听我了 还是选择了姜维 姜维 秦密秦密终于上一次场 千呼万唤使出来 我们 从武将强度来看 应该是对面强一些 就是 诸葛亮那边强一些 但是也不好说 毕竟这边位置占优了 这一局主要的问题 或者主要的矛盾点 就是 姜维和周瑜的第一个回合 有没有可能 打伤 或者甚至是 打倒秦密 如果实现了 那就 好办了 如果没实现的话 反正你的攻击重心 可能还是要放秦密这个位置 毕竟周瑜过牌量还大一些 相对大一些 其实周瑜是有点刻诸葛亮了 因为诸葛亮反观 肯定就是正常人反观比较舒服 如果你有英姿之类的技能 摸牌 就比如说这个困粪 这都反观都不太舒服 可能就是相当于诸葛亮 少了一点技能一样 这边顺谦 诸葛被交了无限 俩头啊 对 然后 诸葛亮这边桃非常丰富 怼回来吧 不对 秦密的杀是一个比较宝贵的资源 在有一桃在手的情况下 是可以考虑忍一手的 其实我是觉得就是怼回来 起码就是反剑的时候 你能选择更多一些 因为你手牌少了 他反剑你 你就就是万一他反剑的是 正是你要 正是你手牌最多了 你杀出了 你手牌就没那么多了 是的 周瑜的回合其实很 很被动 因为手里这些牌 打秦密都费劲 先反剑吧 先反剑看对方气不气 气了然后再不用过拆 周瑜现在是六张手牌 好的 直接请到单杀 手里边这张 贴锁连环可能是个大点 其他牌的点数都好像 貌似不容易太大 删也OK 阁下知己 到出了战巴 但是还是赢下来了 赢下来之后 那肯定要掉血了 这个秦密是肯定要掉血的 因为有灌石的存在 哦 周瑜连环制造决斗 这刚才不出杀好了 这就算被拆掉一张杀 他觉得还能反打回来 但是他会不会选择反打 就不好说了 周瑜是直接拿草花弩 反一手诸葛 他想看一下诸葛的牌 他主要是想看下诸葛的牌 看到俩头之后 放弃抵抗 因为这个回合 如果你再决斗 被反打特别赔 打赢了 无非就是诸葛 扔一个桃解决 那与其拿自己张决斗 跟诸葛一换一还不一定赢 那还不是决斗诸葛 那要这么大 不是决斗诸葛 对 但关键问题是说 龙队呢 可能又考虑 优先击杀秦密是重点 所以这张决斗 到底怎么办 要再思考 好的 那最终选择了决斗诸葛 非常安全的操作方案 这秦密 能够把周瑜给打空了 是的 杀一刀 给他排拼掉 然后冰上他 勒上姜维 不过 看这边有无蟹猫 如果没无蟹 姜维的勒是中不了的 这刀有点亏了 闪电的 这个意思是神牌 对 两个人都能控闪电 秦密这边 冰乐吃桃 应该是没有太多的动作要做 寒冰挂上吧 那个大腕可以留下 如果说对方来个九杀之类的 你拿这个去拼吧 寒冰 可能要考虑扔 寒冰扔 因为短时间内的话 秦密这个点 不张了打姜维 可能优先还是要打周瑜 那我挂着寒冰 就等于多了一个给对方提供武器的方案 万一 姜维 争取关出来个无蟹 借刀处理 如果关不出来无蟹 关不出来无蟹 对 就全部放底下 看拨一手无蟹 好没有无蟹 那姜维这个乐中不了了 对 祝葛这边 而且非常不舒服 打不出来 没法空城 没法空城 要不两个杀一刀扔一张杀吧 那个桃先不吃 但是你不吃的话 桃就是明桃 如果你不吃的话 桃子就是一个明桃 那你吃了就有可能死了 知天意 逆天难 他因为还是判断 刚才是 刚才其实那个周瑜放了锦囊不少 应该能读出来有一张无蟹了 这就直接关他了 这直接直接就前两张就就知道就关他的手牌就行了 前两张肯定是他手牌 诸葛这边理论上来说啊 一个正常的诸葛是连兵都要关的 就是第四张牌是兵的判定 他被兵了吗 周瑜被兵了呀 但是他关了三上 因为还有困分 他他关不成吧 对困分关不成 但这个这个关心 直接过了 什么鬼 我只能说是 这挂个挂毛青龙刀啊大哥 直接杀诸葛亮了 你挂青龙刀 他挂青龙刀是要杀奇蜜的 那好吧 他觉得诸葛那张牌一定是个闪 好 可是可是那个诸葛亮这就是手牌是明着不是关心了 那不在意 我觉得哎呀 琴蜜也是交掉了手里的那个解一马也很好 双方线都不赔 这个 我还是觉得青龙刀你挂了 得考虑一下 毕竟有琴蜜的时候距离一定的考虑 好的 就别无懈可击 处理掉变蓝寸盾 周瑜三张牌没有杀 有杀也不一定能杀了 他要杀诸葛亮 琴蜜直接给他按下去 他要杀琴蜜 好的 周瑜这边直接回合结束 刚才上一轮是这样 就是 江维是做好了牺牲的准备的 江维说 乐和兵哪个重要 我觉得我也干不了什么 我觉得我也打不了诸葛 所以说乐不过就不过了 乐不过就不过了 我就专门不见那个兵 可没想到诸葛亮聪明反辈 聪明无故 准备就是给他两张牌 有一张是加一马 谁知道这个加一马竟然是个红桃了 是的 对方不打那个无蟹 因为这无蟹基本上是明的 就是都知道有这张牌 是的 所以诸葛关心的时候 确实是关了明无蟹给你了 想让你过无蟹 然后想让你拿刀和马 反正也干不了什么 或者怎么样 对 这就是特意了给他关一些距离 看你犯错不犯 把犯错的机会给对方 但我们要说 真的一定要第一张割那个加一马吗 可以 如果对方交了无蟹的话 不是第一张可以割那个青红刀过去了 对啊 他如果如果过了无蟹了 他先判加一马 跟先判那个不一样吗 反正多少有一些小问题 我们还是觉得这一局打下来 而且这个加一马 就是将为这个加一马 也有点不太好 就是 还是跟之前有一句一样 就是挑衅不好发动了 好的 诸葛是再一次的进行了反观 这也是戒诸葛相比之下更强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具备了优秀的反观能力 他如果第一回合 他如果在主回合 或者回合开始的时候关心 选择了五下 那他在回合结束的时候可以再关心一次 这个是戒诸葛的加强 反正现在诸葛就算是两张杀也不怕了 你来杀我 我直接给你按了 这个牌呢 将为应该是考虑俩桃吃掉挂简一挂藤简单杀起密 反正我没有牌拼不了 再见 这个也是一个牌位中常见打法 而且将为吃桃也不赔 因为这一张桃就是两张牌 他没杀 还是觉得周瑜可能危险一些 好吧 我赛 这是两张顺一张过拆 这直接扒关镜了 这扒干镜还能是还能留一张 是顺手吧 是顺 这扒干镜还能留一张 而且有一张是明杀 哎呀 这运气 无敌了 这冲了多少钱呢 我我我其实觉得将为打的依然不是很好啊 就是 那那那如果刚才就是按你说的 这这已经死了 但我们站在的角度是说 我们能看到一些额外的信息 虽然这些信息 我们自己可能下意识说 哎呀 我就随便知道一下 但我们确实知道秦密的一些信息 所以对于将为来说 希望留一个桃 希望稍微保护一下 也完全可以理解 这边勒不思绪贴完之后呢 就是让将为下个个非常难受 因为这张勒不思绪已经没有无限来解决了 除非是诸葛再给关于胡桃 我觉得同样错误他不会翻两次 如果是了 我觉得 直接开喷 我觉得这种错误第一次都不该犯 我觉得这不是两次的问题 应该就没有第一次这种事情 主要还是这边本身就是烈士 你现在并不是优势状态 你要是优势的话 你怎么打 这都没人管你 啊 居然没过这个勒不思绪 好神奇哦 哇塞 这个勒不思绪居然没有过 那将为没得选留桃 留桃结束 嗯 这觉醒了 可惜觉醒相当于废技能 嗯 对 这是新勒不思绪 新勒不思绪 哎大哥 你又掉下了吗 不是兄弟我跟你说 我们解说个比赛不容易 能别晃我们吗 大哥咱们能不晃人吗 你这 我捞一种被晃的感觉 看这无中能摸到 有一个决斗 但是诸葛亮有个桃能活下来 终于断杀了 反正大家请真的相信我们 我们的比赛真的没有黑幕啊 真的没有黑幕 有黑幕也应该那边出事 这张勒不思绪 这张勒不思绪 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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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勒中了更好 勒中了就是多存一张牌 对 就是因为 终于排多不排多没排多还高兴了 对 就是因为多存一张牌 知之天意 不过这说实话 这这关心确实太不给力了 而且就是 呃 我相信对面上周瑜 就是想刻一下诸葛亮 因为就怕他反观 你只要多摸一张牌 诸葛亮反观就不能不能启动了 何况这边还有个姜维 直接这边多摸三张牌 姜维两张 周瑜一张 家长本身他们摸了两张 你怎么关了两 无中生有 这个无限是周瑜了 我其实一直都觉得自己打牌打挺好的 对三光沙理解也还行 但是看了他们的比赛的时候 我脑头有点疼 不知道不知道 为什么会发生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这拆这个手牌 他就是随手拆一个 现在胜负是由排队顶外 直接怼诸葛亮 不是 直接那个红沙去怼诸葛亮 然后看秦密 不会不会杀秦密 不是 这个红沙如果怼诸葛亮的话 秦密就是 秦密如果见证拿过来的话 直接指向秦密了 然后你再用那个青红刀去砍 他为什么要见证 他傻呀 他不见证 那就打诸葛亮 闪呀 然后呢 青红刀继续 空城了呀 空城青红刀不能追加吗 不能 不能是吧 不能 好 不可能打诸葛亮的 这就是堵牌顶 咱们就是拼牌顶就好了 桃园结义 劝祥的桃园 还有劝祥的无限 无限应该不交 无限应该不交 无限是为了就是 稳住局势 不用交无限 不 哥哥 不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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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ans no 非常好 我觉得可以打了骚一点 就是 诸葛亮 不是 那个介州鱼 把那个江维的嘉宇码给下了 就是等到后边非常优势的时候 这样的话江维就能每回个调劲一下了 现在就是 很正常的 友好的 就是进行战斗 就可以了 你随便 我们反正慢慢打 你就想什么时候投 欢迎你随时随时宣布不投 要我说还是一号魏延四号诸葛亮 这样打着才爽吗 你选一号诸葛亮四号亲密太脆了 你魏延就算第一轮不爆发 第二轮那个诸葛亮给他关 多关掉杀 就是正关没有太多杀的话 反关给他多关掉杀 起码 起码两张杀起步吧 你到时候再报 砍死一个再说 这秦密就脆了多了 而且关键就是对方就是有一定的克制你 对方已经就是撂到你诸葛亮会反观了 这边刚好上一些多摩牌的武将 那基本上可以恭喜那些梭哈无双的人了 我觉得那个 你觉得还有机会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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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我现在满脑子都是那张红桃的红桃K的爪黄飞电 然后翻开的时候 江维的那种意外的惊喜 我怎么能动了 怎么不是提醒赶紧弃牌 怎么能动了 这种镜头通常只出现在小说当中 比如我们写一本书说 杜神是怎么打三国杀的 然后杜神经过了精确的计算 在那一刹那决定说 你只能观一张红桃在顶上 于是我选择不交无限 我就要判定这张牌就是红桃 然后咔怎么怎么样 那就是诸葛亮观星闪电的时候 全部是闪电判定牌 五下之后又来一个闪电判定牌 就类似那种 老司机 老司机 出现这种错误 我应该是第一次见 以前就是 反正去年见他们打了真是挺不错了 给大家讲一个之前很有趣的一个文章 也是跟三国杀有关的一个连载的文字 我们长话短说 就是他讲到的一个有意思的局面 是什么呢 诸葛亮观星五上 然后诸葛亮头上有一张闪电 常见的官法 当然是诸葛自己第一张不中 摸两张牌 然后第四张牌批下家 就是下家是敌人 批下一家 然后下一家的话 非常机智的 就是他们队友 下一家队友当中 非常机智的有一个鱼籍 于是选择了 因为老鱼籍 选择了蛊惑 故意蛊惑一张无邪 大家都质疑了 三个人质疑 于是摸走了三张牌 然后批了 过量咖啥被批掉 这是曾经出现在小说当中 或者是这种文章当中的一个场景 很多很多年 大概10年的故事 或者甚至可能更早 但是因为我那个时候记忆犹新 我也听过 不过就是我对老鱼一集 就是没啥印象 因为我玩三国沙比较晚 我对他没啥印象 然后今天的这个姜维的过乐 让我实在是没有想到 让我实在是没有想到 现在等个AOE 或者是等个五股 其实就不着急嘛 慢慢打就好了呀 而且这边也 确实因为有个周瑜在 摸牌摸牌比较多 周瑜单挑就很厉害 现在轮次越增加 他最厉害 他诸葛亮还不想放弃 也确实这局如果说赢了 那打平了起码 如果输了 那就真的输了 当然我提前说一下 如果这局无双赢了 那无双跟游领肯定是前五了 我现在不能说前四 因为就是第四名不好 第五名的成绩不好说 但是后三名 就算后三局全部赢了 也不会赶上他们两个人的分数 这个周瑜一定是非常怀念 自己当初在标准版时候的反肩技能 就这样的注度 你给我来一袋 我给你切掉 说来几个切几个不知道 我们这个反肩技能特别好使 一反先掉血再反破空城 如果现在只能苦苦的靠空城来维持 这次又再次的关了全下 那不知道摸到的两张牌能不能出去 可以 放电话 几双杀还几帅 这个不错 如果是火杀就更好了 因为火杀都是红色了 人王也能打 腾甲也能打 不过两个人都有闪 当然如果我是诸葛的话 可能会挂上降维 气势一些 好像会觉得气势一些 发动了一下技能 我还是觉得选魏妍多好了 魏妍加诸葛亮 只要说就是扛过对方第一轮 你这边魏妍起码两杀 两杀以上 砍死周瑜概率不小了 行了 我觉得诸葛撑着这么长时间 也可以了 挺好 完成了组织交代的任务 回去也有的交代 你看我撑了这么久 你看我对 我跟你说 要不是琴蜜死的 早我们还能赢呢 但是琴蜜死的 我一个也支撑了半天 奈何敌人太强的 奈何我方 奈何敌人太凶残 奈何我方 有点不好打 怎么着怎么着 琴蜜的胜率不算太高吧 你只在什么 就是咱们这个比赛 咱们这个比赛上的不是很多 其实 但是我就记了 就是前几轮 全就是一键他都进 后边都不怎么进了 但是琴蜜本身是一个 很好的武将 也比较好用 这边结束了 铁索连环连 姜维和诸葛 然后靠雷沙来解决战斗 最终恭喜无双 五比三的比分 也恭喜那些梭哈无双的人 无双又一次证明了自己了 能实力 毫无争议了第一名 现在是 但我们还是确定一下 就是说 无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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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双今天的战斗 让我 虚微有一点失望 就是他在我心目中这种 逮谁切谁的 事情 一方面是说 你看已经熬到最后 关键时刻 才赢下 一方面是 后续的 三局吧 都有或多或少的 对 有一些是属于硬的失误 包括比如 有些不失误甚至可能会赢了 对 包括你像比如说 将为弃陶 这就是比较明确的失误 然后像中瑶的过河拆桥的处理 这几个点处理的都不是很好 还有余帆不放一号 放四号 对 反正这些都是有一些多多少少的问题 但是呢 那个 过乐 你印象是最深了 对 但是呢 最终的结果还是非常良好 而且我刚才也看了脸 弹幕有观众在讨论 关于七五刀追杀的问题啊 那个回头我们给大家单讲吧 那当然是 就是他们可能说我说了是对的 然后第四张牌你是对的 下家 下家是敌人啊 披下一家 你觉得你家的话是对的吗 不常机智的 就是他们队友 下家也有可能的 回来看吧 回来看吧 那我告诉你没可能 我从一段年开始 因为老队级 选择了蛊惑 我为啥就是有印象 大家都质疑了 三个人质疑 于是摸走了三张牌 然后这些了 有这个印象 就是曾经过是国战的话可以 小说当中 或者是这种文章 来看一下双方的所有分数啊 这个是四轮战败 目前无双 和有领无败 依然保持了全胜的战绩 当然我们知道 最终只有一只队 有可能保持全胜 因为他们早晚会相遇 之后呢 纵横目前是两胜 这边的一瓶 这个姜维的 Wakeup 过乐 是一胜两瓶 让我实在是没有想到 第三名和第四名 那后面的话 老司机超梦焚琴 分别是四分三分两分 也就是一胜一瓶 一胜和两瓶 那最后呢 目前还没有 开壶的 就是西如露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赢下单局的比赛 其实这个名次也就 Wakeup 跟纵横换了一下位置 剩下的跟上期了一样 轮次越增加 差不多 那你说这样 第二梯队算谁 或者说 后边全胜第二梯队 如果说赢了 那打平了 2345 这都是只差一分 对 当然我 我先说一下 就是梯队不梯队的 不是特别 关键的事情 我们其实所要聊的 还是说 打到现在 这个时候 对 我发觉一件事 我刚才说那个 就是因为老四级跟无双没打完 全部赢了 现在已经可以确定了 他们两个人的分数 不对 还是没法确定 就是如果老四级后边全胜是13分 非常怀念 这只能确定 无双的游领是前五 不能确定 他们就是前四 就这样的注册啊 你给我来 因为后边 后边那三个 全部是九分 也来几个 前几个 也超过不了他们 当然 后边那个 特别好 全部是九分 全胜 概率不太大 一反先吊血 再反破工程 好 那我们到目前为止 那四轮比赛已经结束了 后面还成最后三轮 对于排名比较靠后的队伍要 多加努力 排名在前面队伍也不要骄傲 解交解造 稳扎稳打 后面比赛还很重要 除了前两名可以骄傲一下 后边都在打季后赛 那咱们这个 可是有去年了那个春季赛 秋季赛都有个黑八的奇迹 一个就是我们 另外一个是卡斯伯 就是第六名第七名了 大概那个位置 直接就是打进决赛了 是的 前面不行 季后赛多努力也可以 当然你就在三四名 肯定要比那个后四名要强了 起码少打一轮 是的 然后呢 最后跟大家简单聊一句啊 就是青龙刀温助我量的问题 因为青龙刀呢 杀第一刀之后对方出闪 闪完之后的话 你的追杀动作 青龙刀说你可以执行追杀动作 这张杀是要从头去检验合法性的 而空城呢 是在最最开始检验合法性那一关 过不去 我知道 就是按照裁判规则 我我其实也是 我也培训过裁判嘛 就是我感觉就是 好像说过这问题 但是就是有个印象 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是好像有个印象 我追杀过 会不会就是最开始那个 最开始可能就是个 可以这样 后来就改了 就像那个大乔不能流离 被杀了那个人一样 有没有这种可能 据我所知 青龙刀和诸葛亮的结算 在2010年之后是没有改过的 那那我就不知道 就我我就不知道为啥脑子里一直有这个印象 就是好像就是杀完他之后能够再杀一刀 这个不知道咋回事吧 回去回去 我好好研究一下 好那我们今天的比赛到此告一段落 截止到目前为止呢 比赛进行完了四轮 可以恭喜下游领跟武双 起码是前次了 而且大概率是前二 好那下周的比赛 如果还有精猜的话 欢迎大家周一的时候 可以关注一下我个人直播 我在晚上六点的时候 会开始给大家聊一聊 他们新的形势下 新的对阵 到底下周的精猜应该怎么来选择 你都猜对了是吧 我们猜对其实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你是通过大数据来猜对了 对我就是比赛经验 然后数据这些东西都是很真实有效的 虽然中间有一点波折 有一点凶险 影响最后结果 当然最后结果还是猜对 而且我们我们总名书率很高的 大家不要老记得我们翻车的时候 对了对了对了九道题就错了一道题 你那天是没有把独恋剧参加婚礼给算上 一定得下下子得记住现实了一些事 对吧 要不然总统怎么可能给他打平了 没错 好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 或者本周的赛事直播就到此告一段落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周六和周日下午四点半开始进行比赛直播 也提前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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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集团